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 我们跳舞 祝福大家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We are dancing We are sing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大家好 放在我自己的脸啊 也就挺别扭的 是这样的 就是 因为我们年前了 年前了以后呢 大家到这个下周吧 下周的 哦不对 是这个周五周六 我们就要过年了 过年期间呢 我们其实是吃的比较多 因为中国人过年还是有一个 是那种吃的比较多 要吃的好 吃的丰盛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过年期间呢 我想跟大家在年轻最后一堂课呢 讨讨论一个什么呢 就是 呃 饮茶在阳康期间的功效 当然了 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 呃 很多人年轻 比较严重 所以我就是收到了我很多的老师同学 朋友 家人等等这些 呃 大家的交流的信息呢 就是呃 大家在阳康 就是 阳了阳康以后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呃 我呢 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 不仅就是你在过年期间 吃的好 喝的好 不长胖 呃 而且呢 就是说 如果家人呢 还有人在 呃 新冠康复期间呢 能够更加平稳 更加舒服的 度过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所以呢 我们就跟孙会长商量了一下 将我们这期的课程呢 内容 呃 定义为 印茶在阳康期间的功效 当然了 我们这个大的主题下面呢 我会讲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是我们在 新年期间 我们怎么样能够 呃 吃好 喝好 不长肉 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我们得了科威之后呢 我们在阳康期间 我们的印茶指南啊 呃 首先呢 我会就是 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内容 就是中国是茶的互香 我们 呃 接下来往下看啊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呃 就是阳康之后呢 我们已经茶 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呢 是因为我们想带大家了解一下 茶叶的保健功效 我们说中国是茶的故乡啊 我们最早的时候呢 茶叶其实就是 当作药来应用啊 就是我们最早是药用 接下来以后呢 人们发现 哎 它吃起来除了就是 可以消炎啊 可以解毒啊 它吃起来也挺好吃的 所以就转而食用了 到了唐代的时候呢 我们就 就是唐代之前啊 包括晋炒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其实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可以当就是 慢慢慢慢的从食用的范围呢 又开始进行的饮用啊 就说我们茶叶的发展的过程呢 是从药用到食用再到饮用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可见我们茶叶 它其实在寒藏以前 包括我们的神冬本草精啊 本草钢木啊等等 它都有著名的茶的药用功能 所以从这个功能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茶对于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应用了几千年 我们始终认为 它对我们的健康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而近现代科学呢 也证明了 茶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保健 有着非常多而且明显的保健功效 这个呢就是我们 就是浙江杭州云氧 葛姆渡移植啊 它里面出土的这个 茶树遗存 当时呢是中日科学家一起呢 用碳石石来照射 这些所谓的化石啊 和这些 他们发现了这是茶树啊 这就是所证明了 茶树原成于中国 到了现在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 可以到云南的地区啊 那边都有这几千年的大古树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锦绣茶网书啊 等等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 振软千春茶网书啊 然后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茶与煎汤啊 就是说本草纲里面 李时珍 就是他写的 茶苦尔寒 因中之焰 尘也降也 作为降火 就是说如果你上火的时候啊 你可以就是说 喝喝茶 但是呢 他这个火呢又不仅仅是指你的上火 他认为火呢 其实是其实你体内的炎症啊 火为白病啊 他说你就是 而且但是呢 他的意思就说呢 如果你体质虚寒的时候呢 你要少喝 不然你喝时间久了以后呢 你脾胃会变得很寒酿啊 为什么呢 这么说呢 因为李时珍他是唐代人啊 唐代的时候呢 呃 人们喝的都是绿茶 不像我们现在是喝六大茶类 所以茶性呢 也随着工艺的改变了 他也变得更加的温暖起来 这个是茶在日本的一个 呃 健康饮茶的历史啊 为什么呢 人们说日本的就是荣西禅食啊 呃 他呢 号称日本的陆语啊 也是号称日本的茶圣 然后呢 他写了一本叫吃茶养生记啊 呃 他用这个就是茶叶来治愈了 当时呃 当朝十犬将军的一个热病 所以呢呃 受到了当政者的一个推崇 他呢就在日本 查到就更为盛行了啊 啊 到了1985年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除了在中国有几千年的隐藏史 还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大企 他们对于这个茶叶健康 而理念的一个就是验证 呃 现代科学呢 是始于1985年 日本的傅琴勋呢 他这个研究组就报道了 茶叶中的茶多分可以抑制人体 癌细胞的生长和繁殖 自此以后呢 就是我们全球每年关于茶叶的健康的这种论文呢 就是分指数型的一个上涨 所以现在呢 就全球对于茶饮 饮茶与健康的这个认知呢 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认知啊 就是共识 我们看看这个茶饮饮茶对于健康到底有哪些 呃就是功效呢 他可以抗氧化 我们说人为什么会变老 人为什么会生病 是因为我们体内有自由基 自由基多了之后呢 他就会呃 损害我们正常的细胞 我们的正常的细胞一旦受损之后 我们就会呃呃 起炎症啊 然后呢 紧接着就是细胞病变呢 甚至癌病啊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说 想要年轻抗氧化 想要健康抗氧化 所以茶的一个最要 最重要的一个功效就是抗氧化 第二个呢 是杀菌抗病毒啊 其实我们的科威呢 他也是一种病毒嘛 所以我们在呃得到新冠 以及新冠之后呢 我们喝一些茶呢 他其实是能够极大的缓解 我们身体的补斥 还有防御池 我们以前有一个叫呃 含浮牙膏啊 他是能够更加坚固的牙齿 你们在看广告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个呃 广告那个就是呃 这个这个小术语说 这个呃呃就含浮牙膏 然后呢更加保护你们的牙齿 其实茶叶当中的这个浮呢 也含有 所以呢 经常用我们的茶汤来酥嘴呢 他即使就能够起到防御池的一个功效 所以我们非常建议家长给小朋友们 吃过饭之后呢 用茶水来酥酥口啊 接下来像这改善糖道菌群啊 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啊等等 啊 还有抗过敏抗癌 预防心血管疾病啊 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预防神经性退化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啊 老年痴呆呀 或者是这种记忆力退化等等 我们都可以通过长期的饮茶 来得到改善 是不是饮茶对我们的健康 有非常多的一个 一个效果 啊 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就是万宾支援自由剂啊 因为自由剂他太他的这种 太活跃了 所以他的这个电子 经常会容易丢失 当他丢了自己的电子之后 他就会从正常的细胞当中转一个 导致于我们的正常细胞 就开始供电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自由剂呢 像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很大 然后呢 我们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熬夜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 呃 就是病 就以前可能只有40岁5岁 像我们的这爸爸妈妈 他们那个年龄 他才会有的这个疾病 然后呢 就是说 已经慢慢慢慢年轻化了 包括我们的癌症年轻化等等啊 然后 呃 就是因为熬夜 就是因为压力大 就是因为环境污染 包括没有正常饮食的一个 呃 就是规律性 包括我们的生病啊 失眠 很多人也都会失眠 所以就是 这些种种的原因 都会造成我们体内产生过量的自由剂 那我们说抗氧化效果呢 就是如果是你每天坚持喝两杯茶 他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啊 不是从营养方面 我们是这个抗氧化的效果方面来说呢 相当于四个苹果 然后呢 一瓶的这个黑甲笼 然后呢 一瓶的橙汁 就是一瓶半的红酒啊 还包括一些啤酒啊 洋葱啊等等啊 所以我们说产业的抗氧化效果呢 是远远超过于 呃 其他的一些呃 就是食物 那我们看一下啊 不同产类的抗氧化火星啊 它是绿茶 大于乌龙茶 大于红茶 所以我们经常年轻人 如果是呃 经常熬夜啊 经常熬夜之后呢 你们就呃 应该或者是经常面对电脑辐射比较大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多喝绿茶啊 当然因为我们加拿大 它比较天气比较寒冷 很多人就出现了体寒 胃寒的情况 我们需要喝些暖性的茶 那又怎么办呢 你就喝点乌龙茶或者红茶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饮品 好 它为什么茶叶当中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呃 就是功能呢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多酸 有生物碱 就是我们的咖啡 包括我们的氨基酸 就是改善我们大脑记忆力的氨基酸 然后包括我们的有机酸 维生素啊等等啊 还有糖类就是这个茶叶中的糖呢 它跟我们吃的这种糖 葡萄糖它不是一类的 它是可以产生类似于胰岛素功能 它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血糖 它的名字叫茶多糖 就茶多糖对 所以呢就是这块呢就是 呃 插了一个字 它的功效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不同成分啊 它对于我们就是身体 它有哪些功能呢 就说大家可以去通过这些成分 呃含量 我们来相应的选择不同的茶量 比如说多分类啊 比如说它有抗氧化呀 抗癌酱三高啊 什么血脂血压血糖啊 杀菌消炎抗辐射 然后增强免疫能力等等啊 这个多分类呢 它就是有着非常多的一些功效啊 像这个我们多糖呢 它的最主要的功效呢 它其实是什么 是姜血糖 像咖啡姐呢 是兴盛我们的神经 然后呢就是强行利尿 然后我们的茶氧酸呢 就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要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安神 所以我们在有人失眠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悲点大家吃什么呢 就是这个茶氨酸片 它是专门从茶叶当中提取出来的 什么生氧物质啊 所以呢 我们说是不是茶很神奇 它一方面又能够兴奋 另一方面又能正经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中国的这种 阴阳和谐的这种 就是人文理念 它是相符的 那我们就说 如果就是大家想兴奋呢 那我们可以喝一些 就是高咖啡碱的 高咖啡因的茶 那我们想要是就是 就是安神呢 正经呢 那我们可以喝点低咖的茶水 甚至呢 或者是高残酸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喝这个什么呢 喝这个黄金芽 它就是安基酸含量 都能达到9% 那我们平普通呢 大概是2%几左右啊 那我们就是1点几到2点几 那我们的 像我们大家喜欢喝的安基白茶呢 它就是大概3点几左右啊 它这个上下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茶叶跟茶叶 大家认为呢 可能都是绿茶或都是茶 那其实茶跟茶之间呢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 功能性的一个不同和滋味相似 它的一个外形的不同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 讲茶 为什么要跟大家先说明呢 是想让大家理解 不是茶不好 而是有可能大家呢 对于茶叶的选择方向呢 出现了一些困惑 那我们茶叶呢 就是因为加工原理的不同啊 我们说一片叶子 可以做成六大茶叶 它的为什么能够区分成六大茶叶呢 是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啊 就像有的这是煎的 有的是煮的 有的是炒的 有的是蒸的 它这个工艺不一样啊 那我们这个绿茶呢 它就是 就是把它简单的炒一炒 然后把它烘干了 那白茶呢 它就是连炒都不炒 就让它慢慢晒干了 然后最后干燥一下啊 那黄茶呢 我们可能要焖一下啊 经常呢 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摇啊 摇过以后 让它静止一下 我们存在为做青啊 像我们红茶呢 还有我们的黑茶 就是因为工艺不一样 所以我们做出了 出现了六大茶类 那我们说这个就是 茶叶 减脂 降脂 然后呢 还能够就是 降血糖等等 是因为我们就是说 我们这些茶叶的内含物质 咖啡碱啊 它能够促进什么呢 促进我们对于 脂肪的一个分解作用啊 能助 而且呢 它能够防止体内脂肪的积累 我们还同时呢 多方呢 也可以软化我们血管啊 因为我们很多人血管就血压高 是因为血管堵起来了 就是我们的管道 你把它给掐的越细的话 水压不变的时候 它肯定就是这个 管壁内的这个压力就会 就增大了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当我们如果你想减脂 减肥 或者是我们在 过年期间吃的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喝一点什么了 我们可以喝点熟谱 就是黑茶 或者是老的生谱啊 为什么呢 因为 生谱它是 茶信 它是新的 它是有点连的 因为它毕竟是那种 帅清腻 鸭饼啊 所以它的这个多分含量呢 它是比较多的 因此呢 就是说 如果像我们 在过年期间 吃的比较多 吃的比较油腻的时候 我们可以点 就是大家不会选到 你看这个茶汤的颜色 它是红色的就行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技巧 饮茶方式 能够让我们吃的好 喝的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 很多日本人 他们就专门会做一些 什么呢 做一些就是 茶水的饮料 多分啊等等 多分啊等等 就是饮料 饮品 然后呢 就是说很多的一些 食物方面呢 他们都会去做 比如说他们的花王 就是有这种 叫三多粒吧 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酱血糖呢 就是很多的人 我也经常会遇到人 很多人说 我不敢吃糖 或者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淀粉类的不敢碰 然后呢 就是说糖的这种 什么糕点啊 也不敢吃 那就是 所以我这时候呢 我也很着急 因为我们认为 我吃的很多 都是有带点甜味的 所以如果 会能够在这方面 充分的享受美食啊 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惜的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 我们的血糖呢 我们可以 饮用多糖含量高的茶 来改善 降低我们的血糖啊 因为我 这点呢 就是我特地想跟大家说的 因为我们多糖 它对糖的代谢影响 它能够与我们的 体内的胰岛素类似啊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喝一些粗老的茶 我们也可以喝一些 就是这个粗是指我们的 就是比如说 多的杆子呀 就是老是叶子呀 牙头不多 这称之为粗啊 老呢 我们是指时间比较老 比如说这个茶已经过了15年啊 20年啊 或者是10年啊 等等 它就时间比较老 所以呢 就是说这样的茶呢 它的降血糖效果呢 会更好些啊 所以就是说 如果大家呢 想要 就是 吃得开心 那你就要 喝得对 好 降血压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茶叶当中的 这个咖啡碱啊 等等 它还有多酸啊 等等 这些物质呢 可以使我们的血管壁松弛啊 因为血管壁 一旦变得很松了之后呢 这时候呢 它的压力就不会这么高 所以呢 我们的血压就会慢慢慢慢降下来啊 而且呢 我们通过一种工艺呢 能够做出一种叫 甘马氨基丁酸茶 在台湾一度非常的流行 就是几乎大家 都是把它给作为这种 降血压的这个 就是装用饮品的 所以就很多的 甚至有台湾的朋友 以前送过我 甘马氨基丁酸茶 我喝了以后呢 我不太喜欢那味儿 然后感觉有点像那种 腌的那种 就是 腌的那种 梅干菜的那个味道 当然了 我对这个就没有再研究了 但是台湾和日常 他们非常非常的流行 这个甘马氨基丁酸茶 如果大家这种血压呢 就是说比较高的时候呢 你可以适当的一种 这种茶 这类茶 好 我们刚才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 这是一个老专家 对于这个饮茶的一个 保健功效的介绍 发酵的茶叶里面 它都含有一种成分 叫甘马氨基丁酸 它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甘马氨基丁酸呢 它也是一种神经介质 它这个东西呢 它能够降低我们神经系统的噪音 神经系统的噪音 噪音 噪音 对不对 就是说它噪音小了 它这个信号就强了 所以就是说 说这茶叶是聪明的树叶 也是有道理的 噢 耳聪木鸣 所以说茶叶是聪明的树叶 对 那这个木鸣 它古籍当中有记载吗 茶能够明目的功效 对 诸葛亮不是七七梦获吗 就上云南去了一趟 到西方满纳了 七七梦获那个 因为那个进入张气区 他的很多士兵啊 都闹眼病 这是诸葛亮呢 就让他们拿茶叶熬水洗眼睛 同时喝 就很快这个部队就 就解决战斗了 全都好了 对吧 茶这个东西吧 它有一句话叫明目一思 曾经有人做实验 就200个这个白内障的病人 做了很多调查 就发现啊 这个喝茶的人 比不喝茶的发病率 要低一半 所以就说明这个茶叠 这个白内障 预防 有很好的作用 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呢 就是说我们说 怎么样在过年期间 吃好喝好 是同时呢 也介绍了一些 相关的保健知识啊 那我们就说呢 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就是说 如果我们心血管方面呢 就是有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多喝红茶绿茶 它的效果呢 要比乌龙茶和福尔茶要好一些啊 那如果我们要是减肥呢 我们可能就是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福尔茶和我们的这个乌龙茶 所以这块呢 就是说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啊 然后呢 就是不同的茶 因为不是每一款茶都适合所有的人啊 那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茶呢 它像一些就是茶性不一样啊 茶性不一样呢 它对于不同的人群呢 就有一个区分 比如说我们的绿茶 它亲热解读 那我们比如说你经常上火 它你就可以喝点绿茶 就是你不胃寒不体寒 如果你要因为它茶性比较寒凉 那如果你要是喝红茶呢 比如说你要胃特别寒的话呢 那你就喝点暖性的茶 比如说我们的红茶 比如说我们的黑茶 重发酵的这个清茶 或者是我们一些老茶 老白亚等等 这里特地要强调一下 我们要喝一些这个白茶 因为白茶它 它对于我们的肺部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非常非常友好的以后呢 就是说当我们新冠的 它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肺部发炎出现白肺 所以呢 就说在我们整个感染COVID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或者是你养过以后 你出现大量的咳嗽啊 团毒啊等等 你都可以多喝一点白茶 尤其是我们白茶加陈皮药 效果会更好 我们养过以后是使用力反应呢 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就是会有什么胸闷呢 呼吸不畅呢 然后就是说腹泻啊 对还有很多人是腹泻的啊 比如说身体没有力气头疼啊 然后就是说 包括我们一些就是说 痰多啊等等啊 它会就出现了 你看我们我在网上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点形症状图啊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你第一天就是 轻微的喉咙不吃啊 身体没有力气 到了第二天呢 就出现高烧 喉咙疼痛加剧 第三个呢 第三天呢 你不仅是高烧 喉咙疼痛 所谓的刀片散啊 你全身的肌肉也会酸痛发力 但是我们到第四天以后呢 就是还是喉咙疼痛啊 有咳嗽啊 流鼻涕啊 然后呢 你看从第一天 到第六天啊 它所有的症状都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咽部或者是你的气管 这个地方都会有问题 那我们白茶呢 它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它对我们整个肺部呢 对我们整个咽嗓 它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羊过之后呢 或者是羊中间呢 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推荐两款茶 一款是白茶 白茶另外一款呢 是我们的六宝 它比较是这个就是 它不仅降血脂降血糖啊 它更重要的一个 就是方面的功效呢 它就去湿寒 就湿寒用我们很多的人 因为这个呢 在这边讲了 我就希望能针对我们当地的一个天气状况 因为我们当地啊 这个多伦多这个地方呢 它的这个天气呢 至少一年又五个月 它是很寒冷的 然后下雪啊 或者是就是低温的状态 所以我们呢 家里面很热 外面就很冷 所以一不小心呢 就是你会穿得很大 保身的身子还热的时候呢 会就是出去 结果呢 就不知不觉呢 我们就会在 让我们的毛孔 在张开的情况下面 受到寒凉以后呢 这个寒气就闭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时间长呢 我们就是在这里很多的人 他的一个最大的状况呢 就是他体内湿气中 所以这个就是日寒淤毒 就是要么就显得有点水种啊 还有很多人呢 他的嗓子这块呢 总是有点黏黏糊糊的 就是不清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去喝一些六宝呢 以后呢 他能够加快我们这个体内湿寒的一个代谢啊 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情况 从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朋友啊 包括一些论文上面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当我们在喝六宝的时候 基本上比如说你十克的六宝 然后呢你用开水闷 闷或者是冲泡 基本上你喝 就是350cc的这种茶汤之后呢 你喝了两杯以后 你的这个整个嗓子基本上就 痰就比较慢慢慢慢就干净了 就是就没有什么糖 痰疾的这种情况了 而白茶呢 就是很多的人呢 他会坚持喝这个白茶啊 最好呢 我们说消炎的效果呢 是银针大于牡丹 大于这个寿梅啊 当然了你家里面是老白茶的话 有啥茶喝啥茶 咱们也不是一定非的 就是说没有银针 一定要去喝银针啊 只要是老白茶呢 他都有这种消炎的效果啊 那我们怎么喝呢 就是说每天呢 就是可以煮一大壶啊 微壶大概是500cc 或者是300cc的水 加上一个大概就是 也是8到10克的这个老白茶 你煮过以后全家都能喝 他呢 就是因为他有消炎杀菌 抗病毒的这种功效 所以我们当我们喝过以后呢 他能够对我们的咳咒 如果你咳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 你可以加一点橙皮啊 橙皮它是 就是就是消食 化痰理气 所以呢 这种就是白茶加橙皮呢 它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组合拍档 它这样两个在一起 它能够快速的就是 缓解你嗓子一样 然后呢导致于咳嗽 然后而且呢 就是快速的就是能进一步的 加剧这个 你的这个痰液的一个 就是代谢啊 让你就是可以 比如说你本来你是嗓子 就非常的疼 你喝了这个老白以后呢 你的刀瓶嗓 就据我所知啊 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还有一个点呢 是老白茶你喝多了以后呢 他就老是想去上厕所 当北京人说话呢 就是说沥小水啊 就因为你在得了COVID之后 你发烧 医生给你最多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可能就说 你要多喝水 多喝水 多喝水 就是让这个 通过高温 体内的这种高热 通过尿液把它代谢掉 所以这时候呢 你可以喝茶 喝老白茶以后呢 他能够就是快速的增加 你就是另一药啊 让快速的体内的这种热度 把它代谢掉 所以就说我们在得了COVID之后呢 就是你可以正常的 就是喝六宝和老白 通过这两种茶呢 他能够最大程度上呢 缓解你整个肺部和咽喉部的 包括嗓子的这种不适感 他能够就是比如说你这个 当然了我们也是根据阴人 有的人他就是贫血 那我就不建议大家再去 就是多饮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茶叶呢 它其实是有点影响我们身体 对于铁离子的吸收 正常的人 你喝多少都不会影响 但是一旦贫血 就是他这种状况比较严重啊 然后你喝茶又过量的话 这时候呢 对身体也就是就不太好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科学饮茶 科学用茶 然后呢 记住这杯几千年来 一直传奇下来的茶汤 他非常的香 然后呢非常的适口 也是中国人血管里面流藏的这种嗜好 我们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当然还有人呢跟我说 他说 他们这个得了亏味以后呢 他的这个鼻子就失去了嗅觉啊 我了解到了两种解决方案啊 就是一种解决方案呢 是因为我在跟我的茶友交流过程当中 他们跟我说 他们用了红阴茶啊 这是它是一个凤凰单从的一个就是 就是野生的野生的这种就早期茶 他这种茶呢 他喝过以后因为他特别苦 然后呢就是长期也特别足 所以 有一些人呢 他喝完红阴茶以后呢 他的嗅觉恢复了 当然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 我们到医院 有些人呢 朋友他到医院去问医生 医生呢就问他用 闻一些 就是进行嗅觉训练啊 就是怎么样进行嗅觉训练呢 就是我们 闻这种香的东西 闻咖啡啊 高香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 呃吃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来进行嗅觉的一个恢复啊 呃那我们其实闻咖啡和闻茶 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啊 呃那我们可以如果家中有茶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闻茶啊 闻什么茶呢 就是闻非常香气高的 那我们香气最高的是什么呢 是呃就是乌龙茶 乌龙茶香气特别的高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引用一些 号称啊香水 能喝的香水 就是凤凰丹丛 来进行这个嗅觉训练 然后怎么训练呢 我们哪一个就是盖碗 比如说是110毫升呢 你就投五颗 或者是你稍微多一点 让他的这个香气浓度啊 更饱满一些啊 他能够刺激我们的嗅觉神经 那我们投过以后呢 就是说呢 因为你这个盖子一定要 就是用废水泡 就是这个盖碗一定要用废水泡 呃一分钟 那他的这个盖子 就是整个这个器皿 装茶的这个盖碗 一定要是热起来 这样的他的香气才会更浓郁啊 同时呢 我们建议用两种 两种香型的这种 这种软柳胶体纹 比如说你左边纹 呃这个就是凤凰短丛啊 右边你可以纹这个五颜长 那每一边呢 你纹个20秒 然后呢 就放下来以后呢 就中间歇个10秒 然后再去纹另外一辈呢 就是比如说你是印花场 比如说什么 呃单柜红肠呀等等啊 呃就是桂花红肠 然后呢你再去纹 纹个20秒 然后这样的左边纹纹 右边纹纹 这样的话你大概纹个 就是五分钟 每次纹个五分钟左右 这样的话你早一次晚一次啊 就是这个呢 也是一个呃 非常有名的一个呃 查学的一个学者 他呢 就慢慢慢慢的通过这种方式呢 找回了自己的嗅觉 其实他就麻烦 他就是你走纹纹又纹纹 每天训练早五分钟 早上五分钟 晚上五分钟啊 这样的话呢 他的嗅觉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就是你就 呃就是 就是 就是慢慢慢慢的细细细的闻啊 可能他 这样慢慢闻啊 但是你不能够一下子 像你这种呃 憋了好久 突然又换气 某吸一口啊 这样不用就慢慢慢慢的就细细的休息 就这样休息啊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产业呢 在我们这次新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给我们呃 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康复解决案例 让我们再次能感受到 这个我们中华中华的这个呃 瑰宝 他真的是我们的瑰宝 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一个 最大的一个祝福啊 所以呢 就是说我也是希望大家 能够通过今天这堂课呢 在我们过年期间呢 吃好喝好啊 健康的就是度过这个新春佳节 那我现在呢 有一些时间呢 大家来做一个解答 呃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呃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交流 当然了我们说呃 羊康期间呢 第一要多喝水 第二要喝暖茶啊 因为很多人会在羊康的故事呢 他会觉得就或者是在呃 就是得了科威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会觉得身体发寒发冷 这时候呢你可以多喝点暖性的茶 什么叫暖性的茶 当我们看我们这个茶汤啊 那颜色是红的 橙色即一即更深的颜色 他就是暖性的茶啊 当然如果他是金黄色 或者黄色即淡绿色的时候 他的茶性呢 就是有一点点凉啊 所以就是很多人在问我 怎么样去什么是暖性的 什么是呃 凉性的啊 我们可以通过颜色 来进行一个长性的一个区分啊 比如说去试寒呢 我们就可以喝点溜吧 每天早上起来可以喝一杯溜吧 可以加速我们体内这种 呃试寒的淡性 不过我要是我现在的这个习惯呢 就是早上起来喝一喝溜吧 然后呢就说晚上的时候呢 我会喝一点这个老白啊 呃我昨天呢也是有一个朋友 呃因为我每周二会跟大家在一块呢 就是线下跟我的一些朋友嘛 进行一个小型的茶具 所以呢我昨天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他说他因为 他早先在北京的时候呢 呃居住的时候那几年雾霾 所以呢对于他的气管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导致于他虽然来了加拿大之后呢 他每年到了冬天这个季节 他都会 办很严重的咳嗽 几乎是每五分钟就就距离的咳嗽 就是一段时间 他会觉得这种真的很痛苦 呃他也非常喜欢喝茶 所以他就特别想参加今天下午的这个场景 我就跟他说我说 但是又很担心别人因为他的这个咳嗽呢 哎呃有一些就是担忧嘛 所以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你家中有老白肠呢 你可以先喝着 所以他他也比较听话 就是嗯他觉得我讲到有大壶以后呢 他就会就补了一大壶这个老白 喝过以后呢今天我们下午再见面的时候 整个过程当中他就咳了两次啊 真的我们都觉得很吃惊 因为因为他把这个信息发到群里的时候呢 大家都说啊 今天没有没有任何咳嗽的状况嘛 因为他也觉得会很感谢 呃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其实他不仅仅是一闷闻的警示 告诉大家 而且他是更多的让别人可口相传的是 我们亲自实用实践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所以呢 我也是将我的这个朋友身边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使用方法 啊和大家今天呢晚上做个分享 这个呢是我在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指导老师 这位老师呢对我特别好 因为当年的时候我有一点很不幸 我的这个论文遇到了国家抽检 我呢就呃是那个呃概率 达不到百分之五的概率之一啊 然后呢我这个因为被国家抽检抽到之后呢 我们这个论文呢是 是这个答辩的难度呢 几乎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 翻了一番啊 就说本来我可能难度系数只有呃一点零 那我被抽检以后我难度系数立刻就变成二点 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这个当时呢我的论文答辩指导老师呢 他就为了让我不至于被在答辩的时候能够一次性通过呢 他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帮我去修改论文 然后呢给我模拟答辩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我这位老师 啊我我就是因为没有他的帮助 很难一次性就顺利通过这种论文答辩啊 那我就当时呢跟送了他一罐 这个就是白蚝银争 因为我们刚才在课堂上跟大家 就是做了一个分享 就是说我们在硝烟的这种呃功效上面的 那是银争大于乳酶 然后呢他这次呢就是得了新冠之后呢 他就在那里喝白茶 他会觉得他这个嗓子 因为他他他以前没有咽咽啊 他就觉得这个嗓子就是老是咳嗽啊 有年谈啊他觉得这种 所以呢他他就说他这次在喝这个白茶以后呢 就非常非常的好 他非常有效啊 然后呢他就很感谢我 就是这个事情我已经忘了啊 但是呢我觉得我很多年前的一个举动呢 能够现在能够给我的老师提供一些帮助 我是真的觉得很开心 因此呢我也想将这个信息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如果您的嗓子不好 或不舒服的时候 那你请您喝一些老白茶 当然我们这个老白茶是指它的年份啊 我们说白茶一年草三年药七年保 我们建议大家喝的老白呢 至少是五年以上的啊 五年以上的话呢 它的茶汤呢 其实颜色呢就是不是不是那种淡的 性黄色了啊 它颜色稍微深一点 这个颜色的深浅呢 除了年就是这个 呃茶的这种就是储存的年龄啊 它跟它这个仓促的环境也有关系 如果你这个家里很湿啊 或者是你以前放茶的地方比较湿呢 它的茶汤颜色就比较深了 当然了我们根据就是说 呃最好是年份久一点了 这个茶 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轻微的过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喝点这个老老茶啊 呃我在2019年杭州一个会议的时候呢 我的就是同寝室的一位老师 他呢就也是呃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脸上这边起了一大片就是那种小疹子 就是我们身上也没有带什么带什么就是药品啊 因为夜里面都十一点多了 而且当时呢 我们在居住的那个酒店呢 它比较偏远 就是周围也没有药房 所以怎么办呢 我正好身边带了一泡 大概有十年的老银蒸 我们就用前两泡的茶汤呢 就蘸了这个湿纸巾 就蘸了纸巾以后呢 就附在它脸上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老银蒸的不断的喝 我们大家喝到第十几泡吧 我们就是整整喝了快一个小时 喝完之后呢 我们就各自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它的这个 其实过敏现象就没有了 对我们再来就说 适当的 就是储备一些老白茶呢 对我们一些 嗓子呀 过敏啊 轻微的过敏啊 咽咽啊等等 包括我们这个 Covid过以后的这个气管 我们会都多少 会有些帮助 这也呢 就是我今天 在年前给大家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分享和礼物啊 也祝大家今天看到快快乐乐的过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 我们跳舞 祝福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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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们唱歌 我们跳舞 祝福大家新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